一点一点建模、修改、通过反复考察、求证, 兰州工业学院九名同学和老师一起发起工艺项目, 利用3D虚拟现实技术,以动漫的形式还原百年中山桥建造历史, 让人们直观清晰地看到一百余年来中山桥的形成与变化。 日前,记者在兰州工业学院采访了其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马木群, 他介绍该项目中包含中山桥建设筹备、挖几坑、搭建桥墩子、桥深等整个过程, 以及历史长河中中山桥的演变,用现代数字技术还原中山桥建造过程, 可以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这段历史, 也锻炼学生动手能力培养他们的人文素养。 做这样一个工艺的项目,就是拦珠来宣传拦珠, 宣传我们黄河之多, 兰州的最主要能包装的、能推广的就是中山桥, 就是黄河上第一座这个桥怎么建起来的, 这段因为缺少历史的影像, 就是早期就有几张到时的外国人拍的一些施工的一些现场, 个别的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静态的照片, 老照片,而且是黑白的照片, 我们想着通过用3D虚拟现实, 就是动画在线的这种形式来, 把中山桥从无到有建起来的各过程来, 进行一个还原, 用现代的数字技术的方法, 还原那一段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些历史。 兰州工业学院学生石永彭表示, 他们通过查阅资料走访博物馆, 来了解兰州的山、河、桥在不同时期的色彩和造型, 为了使还原率更高, 他们航拍、测量、搜集老照片作为参照设计原始图。 前期收集资料花了就是差不多两三个月吧, 我们然后就是调查完资料之后, 然后从建模到我们到现在这个程度, 应该就差不多三个月四个月有了。 据了解,目前整体项目还原度可以达到90%左右, 因为有些历史资料是空白的, 所以完全还原是不可能的。 今后动漫影片也将被推送到博物馆、网站共享, 以此来实现宣传兰州弘扬黄河之都文化的目的。